歡迎收看 週一到週五晚間 8點鐘的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沛 今天是大年初六 我相信已經有很多公司 行號都要開工了 不要擔心 大家真的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因為開工就是繼續要賺錢嘛 為了明年的旅費 生活費 加上的旅費 家庭開消費而努力是應該大家加油了 不過今天既然是大年初六 其實我們過年是要過到 初十五過完才算整個年過完嘛 所以我們還是要用好吃的食物 來帶大家暖心跟暖胃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到兩位來賓 來幫我們做菜 首先歡迎的是馬國畢畢哥 嗨 新年快樂 大家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的一年 機不可思啊 還有機不可思太厲害了 每個人都要機不可思 接下來這一位 來我們節目好多次了 我們來做一首好料理 也是一位超級大帥哥 我們來歡迎洪文哥 哇哇哇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新年快樂 好 接下來 營養的部分 要交給我的好朋友 營養師 劉依林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開工了 賺大錢了 開工了 我們都穿得喜氣洋洋 對 不過啊 我想要問一下兩位 到底過年都在做些什麼啊 畢哥 過年喔 其實我們這個除了大魚大肉之外 對 我們還是不忘這個運動 要運動 要運動啊 聽說你最近迷上運動 跟你倆每天都和在一起是吧 是 其實我們 建立開始是在騎車啦 對 後來那個畢哥呢 他又參加了鐵人三項 對 那我們也計畫今年四月 四月底要去參加鐵人三項 對 那就快樂啊 是 你們最近有在操練嗎 有喔 鐵人三項的話就是要游泳 騎腳踏車還有跑步 你們三項都可以嗎 都OK 三項都可以啦 對啊 洪恩哥體力 我知道他騎腳踏車是沒問題 真的 游泳跟跑步也都OK 水中角龍耶 真的假的 真的 其實去年就已經參加過 所以大概有一個經驗了 對 對 水中他就是一閉氣可以 兩三天才不起來 閉氣他 不是 不是 因為你知道開工啊 大家就在想說要辛苦工作 很多人都胖了一圈 所以其實維持運動也是很重要的 是 對 其實我們平常除了打棒球 騎腳踏車 然後我們洪恩哥 有時候會找我去游泳 真的 然後我沒有想到洪恩哥這麼厲害 他一下水喔 就再也沒起來 不是 他就真的 他真的 就大概四五十分鐘才休息 怎麼可能 四五十分鐘可以游很多燙耶 沒有啦 其實但你大概游兩公里的話 慢慢游大概一個小時內 一個小時上岸剛好兩公里 厲害耶 真的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耶 就是我們看那個廣告說什麼 那個龜山島來回兩燙 對... 完全沒問題 對啊 對啊 怎麼會那麼愛運動啊 其實因為我們都算是很愛吃的人 對 過年其實在家裡 除了跟家人團聚之外 就是吃 對 很多東西你過年才吃得到 例如說年糕 這種很多很多高熱量 對 而且吃完之後大家就會覺得說 過年 我們那個年前就已經拼成那樣了 所以過年就是吃完 就是躺在那邊沙發上看電視啊 然後看完之後媽媽又端出東西 我們就繼續吃吃吃吃啊 然後殊不知過完一個年之後 就胖一圈 對 我們那個不只胖一圈 很多人整個變得一樣 走鐘啦 太多人都走鐘 所以真的要學習你們去運動 聽說你們現在又組了個棒球隊是吧 棒球隊組很久了 棒球隊組很久了 棒球隊我們四年了 我們的製作人就是首任的隊長 你最近卸任是不是 馬上就卸任 不是 他後來比較忙 他真的後來比較忙 而且他身材就真的是走鐘了 走鐘走慘 他人就在現場對不對 他沒有在現場 他走鐘走慘了好不好 對 然後後來就 我們就 那時候就喜歡打棒球 對 然後打棒球 因為其實洪恩哥也喜歡騎腳踏車 對 所以就是棒球 我們就大概一個禮拜 大家打一次 就是練球也好 比賽也好 然後其他時間 然後洪恩哥還會就是 約我們騎腳踏車 然後才由大家開始 又去買腳踏車 跟洪恩哥一起騎 聽說你們今年有一大堆人 相約要一起攻武嶺 武嶺的話當然是 所有騎車的朋友們的一個 最高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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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新年的希望 對 洪恩哥已經挑戰過了 對 你還沒去過嗎 我有坐車上去過 沒有 誰沒有坐車上去過 誰沒有坐車上去過 我真的是去參加頒獎 是 對 在去年有一場那個KOM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那個 自由車協會 它是從七星潭 然後騎上武嶺 從海拔0到3257公尺 那真的要很高的毅力跟體力 那個是 那個不是一般人可以挑戰成功的 聽說漢典參加過兩年 沒有漢典都假騎 沒有 他真的有騎 但是他騎到 他假騎高手你不知道 聽說大概超過一半 然後就沒辦法再上去 三點不行啦 三點假騎高手 他那些 他才出了一本書是吧 都是亂弄的 沒有 講這個 其實能夠參加那個比賽 報名參加他就是個英雄了 對啦 就是要有很大的勇氣 真的 因為你要沒有鍛鍊的話 你根本不敢報名參加那個比賽 上不去 不是不敢報名 是上不去 是上不去對不對 好 洪恩哥其實來我們節目當中 已經做過很多次料理 我是想要問 你做料理到底就跟誰學的 弟弟 沒有啦 因為他做的是西餐 還是弟弟跟你學的 沒有 人家弟弟是 人家很厲害的廚師 對啊 其實當然 你說學做這些菜 當然都是一些家常菜 最直接就是媽媽 今天要做的那個 是跟阿嬤學的 阿嬤 因為我阿嬤她是印尼華球 對 所以這個菜有點那個南洋風 有南洋風的味道 是 大家團圓的時候吃這個東西 一方面我覺得它看起來也滿 也滿有過年的氣氛 然後也有很多的回憶 因為小時候就是常看到這道菜 對 所以長大之後就憑著印象 然後就是學著做這樣子 了解 阿嬤的味道 對… 那畢哥咧 你平常做料理 我都是跟阿基斯學的 很多人都是看電視跟阿基斯學的 我其實做菜我 做菜的觀念我懂很多 但實際操作是這幾年就是 比較多的時間 對 然後在家裡 看媽媽很辛苦 然後才跟媽媽講說 我來試試看 我才真正去了解到 做菜的一些手藝和技巧 了解 那我媽媽都會跟我講說 其實這個做菜就是憑感覺 你不要問 做菜真的是憑感覺 對 你不要問我說 在什麼時候要加什麼東西 要加多少東西 他說那個都是你 靠自己的感覺去做 真的 因為我覺得可能很多人看料理的節目 或是看我們節目都會想說 做菜好難 我就不會沒有概念 不知道順序 然後以前我還不會做菜的時候 我最常問我媽說 那個是要放幾茶匙 那個是幾大匙 大概煮到怎樣的時候才要放 再加 因為我們就覺得說那很難 其實就是真的實際去操作 然後錯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料理就吃不死人 對… 大過年的… 我的意思是就是說 應該這麼說那個味道是可以慢慢修正 對 因為如果你說甜點跟麵包 那才更難 因為你比例一個放錯 甜點就會毀掉 然後麵包就會不發 然後就會失敗 可是料理不會 料理就是口味好吃不好吃而已 就還是都能吃 所以大家要嘗試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是大年初六 很多人都開工了 如果你家還有一些冰箱的料理 我們教大家如何用冰箱的料理 變身成好吃的便當 讓你帶去公司的時候 一開工 那便當你打開 旁邊有那種灑花的感覺 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便當料理真的是很厲害 問一下 如果是便當料理 有沒有要注意哪些原則 伊莉 有 其實剛剛宜佩提到 我們這個減肥會胖 這整個會胖一圈對不對 其實開工開始我們就要減肥了 便當其實要三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 我們希望它是有澱粉類的東西 因為澱粉在減肥的過程裡面 適度的澱粉 它可以幫助你脂肪燃燒掉 反而是對減肥是好處的 但是適度的澱粉 真的 比如說你可以用一些 比如說像 你剛剛提到年糕也可以 或是一些那種寧波年糕 或是說有些人可能家裡還有一些 根莖類的馬鈴薯 地瓜 這些都可以 因為過年其實很多根莖類的澱粉 對 然後另外呢 比如說像還有第二個元素 就是所謂的優質蛋白質 那什麼叫優質蛋白質 就是盡量不要油炸類 因為只要蛋白質經過油炸 或是過度烹調 其實它蛋白質的吸收率就會降低 對 所以希望我們的蛋白質是 比如說剩下的雞肉 或是說有一些魚什麼的 那再拿來重複在做使用的時候 不要過度烹調 那個就是優質蛋白質 了解 第三個呢 最主要 最三個 其實最後講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蔬菜類 對 其實你發現你們家 綠色蔬菜通常會先吃完 然後就剩下一些 比如說像過年會有一些掛材 其實它比較放久一點 菇類的部分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拿來做便當菜 對 蔬菜這整個三個元素裡面 你在吃便當的時候 其實減肥最重要的 就是蔬菜要先吃 蔬菜先吃 對 蔬菜先吃 然後再來再吃 所謂的優質蛋白質 然後配著澱粉 所以其實澱粉是適量 而不是沒有 對 所以你的便當的元素 你就要看到這三個元素 才是最營養的便當 對 你不要以為說 你現在已經胖一圈想說 我已經在補壓 不要吃澱粉好了 不要吃澱粉才能減肥 其實如果適當的吃澱粉 還是可以幫助減肥 對 好 今天兩位都準備了一道料理 對 就要教大家清冰箱 做出好吃便當 是一種mix的感覺 畢哥今天端出什麼料理呢 來 我要帶來的是 花開富貴便當 這看起來好喜氣喔 現在看到了就是 大家一定會吃到 最近這個很有營養價值的 杏鮑菇 杏鮑菇 然後這個旁邊這個是 紅蘿蔔 好 我以為你是放烏魚籽 烏魚籽 真的吃完了烏魚籽 反護唇太高了 也可以 烏魚籽放上去不錯 其實也不錯 對 那其實我 裡面還有一些這個 比方說如果 魚肉 魚肉 沒有吃完的 我們把刺挑一挑 把它鋪在飯上面 這個叫做優質蛋白質 優質蛋白質 對不對 而且我的是沒有油炸的 對 吃起來多麼健康 還有這個 旁邊還有青菜 青菜 花椰菜或是 反正就是 家裡剩的一些 掛菜也可以 對 掛菜也可以 就把它鋪著 我好難相信 我好難想像 掛菜可以入到便當裡 沒啦 就是家裡有什麼 剩下的 我們就把它來做一個 這個冰箱的一個動作 這看起來就是 一副就打開便當的時候 大家都很羨慕你的那種 對 你說直接撒花 是是是 好 所以我們要掌握的是 優質蛋白質 不要油炸 對 我們來看看 洪龍哥今天準備的是什麼料理呢 3 2 1 3 2 1 我今天準備的就是 我今天準備的就是 油炸的 黃金 蝦會 的樂餅 蝦會 沒有 其實大家辛苦了一整年 對 那家人團圓呢 然後大家這麼辛苦 所以在過年這陣子 可以小小的放肆一下 吃一點點 不要太多的這個油炸的東西 對 但是我的這個 除了油炸這個是比較有負擔之外 其實像我們剛剛的營養師有說到 我這裡面最主要的成分就是 就是馬鈴薯 馬鈴薯 馬鈴薯 而且我今天用的那個飯的部分 我是用糙米飯 有加分 那有加分 再加上番薯 因為我們小時候吃那個 地瓜 韓吉芬 所以就像我說 做這個菜有點那個 阿嬤的味道之外 那個韓吉芬呢 又有營養 有別於 那個以往的可樂餅 對啊 可樂餅裡面全部都是只有馬鈴薯 可是我聽了這些就是什麼 什麼馬鈴薯 番薯 然後什麼糙米飯 這個吃一吃好像就是 你可能下午就一整天都 會不會 這個的話看個人體質 因為促進腸道理的 對啊 會嗎 我覺得可以看個人體質 對啊 然後又油炸 對啊 你現在是在攻擊他對不對 沒有 攻擊性很強 沒有其實也OK 因為我看 這個看一下我覺得 其實真的就是開工了 沒有但重點是 我還滿好奇 因為洪恩哥是說 他帶一點南洋的風味 有吃到阿嬤教你的那個味道 對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來吃吃看 兩個其實是完全不一樣 像這個就非常台式 對 這有一點點偏日式 但你又說有南洋口味 所以可以嘗試一下 日式混上南洋口味 Mix在一起 好 趕快進入今天的明星 新春料理PK賽 畢哥今天要來幫我們做的是 花開富貴便當 要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來看看 有鮪魚罐頭二分之一罐 是 杏鮑菇一根 鹽一小匙 紅蘿蔔三分之一顆 西生菜 適量 白飯一碗 米酒一大匙 蠔油三大匙 味淋三大匙 跟日米粉少許 是 其實我們剛才看到的這些食材 都可以代替啦 對 比方說這個鮪魚罐頭 其實如果家裡有一些魚 就是黏黏有魚嘛 對 那你魚沒有吃完的話 其實都可以來拿出來用 OK 然後杏鮑菇呢 我們家裡有一些 比方說煮香菇雞湯 對 那個香菇沒有吃完以前拿來 或是什麼紅喜菇之類 美白菇也都可以 都可以 這只是就是 讓我們目前可以看到 就是先以這些食材 了解 你可以自己先替換啦 對 在家裡有什麼樣的食材 都可以拿出來替換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杏鮑菇呢 切片 畢哥你真的會切耶 對 太OK捏 杏鮑菇拉薄片 對拉薄片 那 這個 你要丟下來汆燙嗎 還沒等一下齁 我先都把它準備好 好 紅蘿蔔也是把它切片 唉唷 紅蘿蔔不好切喔 唉唷 不得了 當然我們有切好的啦 馬上放棄 當然也有切好的 對 這幾樣呢 我們等一下就要做一個汆燙 好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犧牲菜 對 他很可憐 過年就犧牲了 就犧牲了對不對 犧牲菜 犧牲菜 好你把它丟進來 我們要做這個汆燙呢 我們就滾水之後呢 我們先加一點點米酒 你不只是只有滾水喔 你還要再加一些米酒 加一些米酒 對 為什麼加米酒啊 加米酒呢 就可以讓這些食材呢 有一些 像紅蘿蔔 它要去一些那個 菜的味道 對 有一個那個生生的味道 把它去掉 然後新生菜也能夠保持它的 脆度和新鮮 然後換一點點飲料 有這種事 但我很少看到汆燙青菜有加米酒 對啊 還滿特別的 因為呢 就希望在新的一年呢 大家試驗呢 這個業績能夠 久氣沖天 長長久久 長長久久喔 長長久久喔 OK 西生菜來喔 好 如果你家沒有西生菜 你也可以拿比如說什麼窩具啊 美生菜其實都OK啦 對 其實跟我們剛才一開始講到說 是有那個掛菜 掛菜也可以 對 好 來喔 然後呢這個花椰菜 嗯 花椰菜我們 對 放幾朵下去 等一下擺盤呢會更好看 好 我覺得應該是全部丟進去 等一下再把它弄 好 汆燙一下呢 我們就先讓它汆燙一下 好 我現在馬上要來做一個 這個調味料 調味料 調味料呢其實也很簡單 三大匙的蠔油 好 來 其實不一定要三大匙啦 看你個人口味嘛 對 然後呢 我們再加一點點味醂 好 味醂來 對 好 再加一點點水 嗯 蠔油 味醂跟水 對 然後呢我們用小火 嗯 用小火呢把它煮滾 是 然後把它調和之後呢 欸 就會這樣子 對 變成這個 是 有點哥哥的樣子對不對 source 所以我們要加一點點 玉米粉 嗯 下去勾芡 好的 勾芡 不要用太白粉啦 因為有玉米粉 蘸果粉都可以 對 可以造成有勾芡 它就有一點醜醜的 太白粉還是少吃啦 那個熱量太高對不對 是 那我們這個 好 汆燙差不多了 可以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擺盤了 這麼快啊 也太簡單了吧 很簡單非常簡單 真的假的 對 還滿適合大家在家裡可以做 是 一碗白飯我們如果可以 我們就放那個 那個便當盒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沒有便當盒 我們一樣用這個擺盤 是 咻一下就好了 厲害喔 然後呢我們就先把這個 你要先把哪一個 西生菜 西生菜是吧 對 西生菜稍微 鋪在旁邊 那你來 其實做這個便當很簡單 真的就是我們初一到初五 家裡的一些剩菜啊 也不能講剩菜好像很怪 應該是說 沒吃完的 沒吃完的 我們不要丟掉浪費 對 然後我們要開工的時候 把這些這個沒吃完的呢 然後把它變成一道 令人呈現的便當 便當 對 把它鋪在旁邊 而且你竟然只有用汆燙耶 你沒有在做其他的 因為我們要秉持一個健康的理念 對 就不要炸就對了 我們不要用油炸 不要用油炸 那評分裡面有好吃這件事喔 有喔 評分裡有好吃這件事喔 不是說只有健康喔 當然當然 而且我這個菜呢 剛剛加一點點這個鹽巴 然後這個酒 其實就會讓這個菜呢 好 就算你經過這個蒸的過程 它都不會變黃變老 了解 對 先這樣鋪好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剛剛講說 有用這個鮪魚罐頭 是 好 這個 高營養蛋白質 有DHA跟EPA 然後我們把它鋪在上面 好 鋪在上面 好 把鮪魚罐頭鋪在上面 那個鮪魚要不要炸過會比較香一點 沒有 要炸鮪魚好不好 我們盡量不要吃那麼有負擔的 對 而且鮪魚的話還是要選那種 水煮鮪魚 不要煮 不要選那種油的 那這個也是家裡如果還有一些魚 沒有吃完的 也可以放上去 就把它放上來 你就算不是魚 你改肌肉也OK 也都可以 肌肉絲也可以 對 最主要呢我們就先 接下來要擺這個 紅蘿蔔片 好 來喔 紅蘿蔔 這樣配色是滿漂亮的 應該是滿美的 你這個 你這個擺法好像那個 你知道五星級大飯店 會端出來的東西的擺法 是啊 色香味俱全 對 是 好 我幫你擺 紅蘿蔔把它擺上去 好 好 再把杏鮑菇 完全展開 對 展開 一定要這個 一定要展開 一定要展開 嗯 重點是展開 對 展開 好 接下來花椰菜 散開 來 旁邊 就像一朵花 有沒有 旁邊也需要綠月 對 來襯托 重點 重點是 重點是你開工的時候 做這個便當 吃起來有清爽 沒有負擔耶 是啊 而且所有的 醬汁醬汁吧 要 就是我們剛剛已經 這個煮好的 這就有點會飯的感覺 對啊 只是會飯你還要下去弄 然後感覺會飯的那個 熱量比較高一點 對 它這個比較健康一點 真的 花開富貴便當 完成囉 它的營養成分 跟如何呢 問一下意思 它用了三種蔬菜 對不對 對 有點把冰箱蔬菜 把它再利用 通常我們杏鮑菇 我們稱作菇類裡面的牛排 菇類牛排 對 因為它的蛋白質其實很豐富 所以其實如果這一道 小朋友要帶便當的話 我倒是覺得還滿好的 因為它用了很多的菇類 但是因為它在燙的過程裡面 因為它有紅蘿蔔 紅蘿蔔它的維生素A的吸收 需要有一點油 所以它其實剛剛除了米酒 或是鹽 其實可以加一點油 油下去 對 讓維生素A的吸收率更好 通常過完年要帶便當 我們希望蔬菜的量 可以達到一餐裡面 可以吃到一碗 所以其實它三種蔬菜 加起來也達到一碗了 所以確實很健康 是 過完年要帶便當 我們希望蔬菜的量 可以達到一餐裡面 可以吃到一碗 所以其實它三種蔬菜 加起來也達到一碗了 所以確實很健康 是 是 但可能希望會好吃這樣子 做點在後面 肯定好吃 肯定好吃 因為好吃也在我們今天 這個祕飯回裡面 OK 我對自己的這個花開富貴 非常有信心 有信心是不是 好 因為至少是清爽 然後比較沒有負擔的 一點油都沒有 對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 我們擁有奶奶阿嬤的味道 這一道料理 看看洪恩哥要怎麼處理 也是一道炸的 接下來是洪恩哥 要幫我們做這道 有奶奶味道的 這個黃金可樂餅的便當 然後用的食材有哪些 我們來看一下 豬小肉 馬鈴薯 芹菜 玉米 豌豆 蛋 我們這個米飯的部分 我今天就是用了番薯跟糙米 對 因為糙米的那個芹味值很高 是 雖然它是一道炸料理 不過我看到它的那個食材 我覺得好像還不錯 滿想吃的感覺 對 怎麼做呢 來 一開始呢 其實這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所有的料 都切了之後 待會兒再做攪拌的動作 是 先來切芹菜 切芹菜 其實芹菜的作用就是 讓它在整個 因為油炸或許大家會覺得 比較油膩 是 芹菜有一點可以 去油解液的感覺 解點去油膩的感覺 對 而且芹菜味道有點 芹菜香味 香氣 有人認為會是香氣 有人認為是有點沖的味道 不會啊 是香氣 很喜歡 貢丸湯上面一定要有芹菜 對 對不對 就台米粉湯 一定要有芹菜 可是就像有些人 他們不敢吃香菜 像我覺得香菜很香 可是不一樣 千萬不要跟邰哥提香菜 他會跟你翻臉 真的 好 好 那我們再加上玉米 玉米 然後再加豌豆 洋蔥呢其實 是可以提一點點 我們等一下這個 肉泥的那個甜味 可以把它切 還有你看那個切芹 老師那個切芹不算是評分之內 切得好不一定做的好吃 但有時候你做料理的時候 要切的大小差不多 吃起來口感才會一致 對 會比較一致 對 所以還是有評分 切芹沒有評分 切芹沒有評分 好吃度有評分 對啊 吃起來 好 洋蔥 OK 然後 馬鈴薯 我們的主角就是馬鈴薯 馬鈴薯是要先取過 馬鈴薯就直接這樣子 其實馬鈴薯呢我們把它 你看也要用電鍋把它蒸到 蒸到很軟爛 去皮 去皮之後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 來把它搗碎 搗碎 是 搗碎 就跟絞肉 然後所有的玉米芹菜都一起 因為它其實已經有點軟爛 如果它那個 因為我們現場的桌子可能 我怕 等一下用力過膜 用力 其實 可能有些人比較喜歡 不喜歡吃那麼整齊的口感 所以有些 我們可以給它掐一點點 不要都變成薯泥 就變成那個 馬鈴薯的小塊 有時候我們吃可樂餅的時候 如果裡面會有一個 一小塊一小塊 其實口感不同也是滿有趣的 對 其實顏色算滿漂亮 豌豆有幫忙滿大的忙 豌豆跟玉米 好 OK 接下來呢 你可以加一點 雞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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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鹽巴 好帥氣 雞粉 鹽巴 黑胡椒 黑胡椒 這個都是依據個人口味 如果口味喜歡吃重一點的話 像我個人很喜歡吃辣 我就可以再加一點 來胡椒 然後把它攪拌均勻 是 攪拌均勻之後 成品就變成是類似像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剛剛加了這個 但是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動作就是 打一顆蛋 蛋白跟蛋黃分開使用 你要分開啊 蛋白呢 我們要下鍋之前沾蛋白 下鍋之前沾蛋白 對 然後蛋黃呢 就放在這個肉泥裡面 這有點讓它更凝固的作用 我突然看到伊比笑得起來 對不對 讓它更凝固 我不知道 我覺得伊比就很愛那種你知道 蛋黃加在食材裡 對 它每次都在講蛋黃多好又多 它一樣價值超高的 其實我剛剛那個花開富貴 也可以加蛋 也可以加蛋 對不對 你如果想的話你也可以加蛋 對 然後其實基本上 我們把它攪拌均勻之後 就已經接近完成 再來就只是剩油炸的工作了 了解 油炸 所以我們可以看 我們每個人喜歡吃的大小 對 來把它弄成球狀 但是最好是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讓它裡面的空氣 那個精心跑出來 讓它的空氣出來 它整個會比較凝固一點 我是想要問伊比拉 幫我們補充一下 通常在過年的時候 大家最容易 就吃到什麼東西 然後會可能 最容易看診 其實過年大家都不希望跑醫院 但是有時候真的不得已的話 通常會有幾個狀況 其實過年大家都不希望跑醫院 但是有時候真的不得已的話 通常會有幾個狀況 第一個就是因為過年 大家都會吃整條魚 平常有時候小朋友 他不知道魚是長整條 他會吃一塊一塊那種 沒有魚刺的 不知道魚長整條 真的有這種小朋友 有 現在很多小朋友不知道 雞長怎樣 或是魚長怎樣 以為說魚全部都是鯛魚那樣 這樣一片一片一片的 對 然後等到過年的時候 可能小朋友吃到魚的 那個旁邊的刺 他可能哽到 所以有時候急診會有一些 來把它拔魚刺的 老人家因為過年會吃年糕 有時候老人家可能他在 口水比較少吞嚥過程裡面 他會噎倒 所以有時候是假到的這一種 最常最多的是什麼 是腸胃炎 就是直性腸胃炎 因為其實第一個 你可能過年放鬆大吃大喝 然後吃的太多了 然後雜七雜八的東西進來 有時候真的是腸胃炎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食材保存不當 因為是買太多 你可能冰箱沒有弄好 那可能就是 可能有一點食物中毒的狀況 對 所以大概會是這幾種 是在過年期間會跑急診的 盡量大家還是就是適量的吃 那如果是在開工的時候 大家最容易去看診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開工可精采了 開工很精采嗎 後面有那種心理科 天啊我不想上班 不是因為過年輸太多了 是嗎 開工大家都看什麼呢 因為通常平均一個過年 我們統計過 如果這個年如果超過七天的假期 對 如果真的完整在家休息這樣子 然後大吃大喝 大概平均會胖個1.5公斤到2公斤左右 很多耶 對 而且這時候胖不會胖在四肢 通常會胖在腰圍 因為大家通常都坐著打牌 或是坐著看電視 坐著幹嘛 通常都是會在腰圍這一塊 然後晚上又吃宵夜 所以大概平均1.5到2公斤 所以通常會來減肥 就是減肥 而且記得過年後 一定要在一個月內趕快減下來 不然你要2公斤 可能會維持半年你都減不下來 真的 所以意思說過年之後的一個月 如果你沒減下來 它就會 那個肥熱會跟著你可能半年 對 會很難瘦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 如果有的人是安排年後做健康檢查 通常都會有輕微脂肪肝 因為過年通常會吃甜點 然後會喝酒 油炸的 還有油炸的 好 洪哥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現在 因為剛剛都已經大致完成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剛剛拍打完之後的那個 還沒有下去炸的那個肉 可樂餅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了解 然後整個炸完之後 OK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擺盤 沒有 你剛才說炸要先 就是現在看到這個對不對 然後就沾那個蛋白 對 要沾蛋白 然後下來油鍋 油鍋要大概多少的溫度 多少溫度我不知道 其實通常你讓火整個 讓那個油整個滾了之後 你可以先弄中火 因為它畢竟它有厚度 厚度的話它不可能熟得那麼快 所以通常我們都是先讓整個 食物熟了之後 我們火再大一點去調出那個金黃色 所以叫黃金可樂餅 對 所以其實你不像日本的可樂餅 日本可樂餅還有裹一層麵包粉 所以你是直接炸對不對 這個就是小時候看阿嬤這麼做 就是它只是裹那個蛋白 裹那個蛋白 OK 然後就直接入過去炸 是 然後接下來呢 你剛剛煮的是糙米飯 對 就是剛剛介紹的 就是糙米加那個 番薯 番薯 好 糙米加番薯 好 主角來了 因為過年嘛 弄一個這個蛋黃 是 這個看起來就比較 比較 圓圓滿滿的 然後再把我們炸好的 哇 這個可樂餅 這道我還滿想嘗試看看的 因為沒吃過 那其實我個人呢 因為我個人喜歡吃比較重口味 通常我會用那個泰式醬 泰式醬 淋在上面 再加一點點三葵 那個芥末 很衝突的味道 對 那因為我剛剛裡面我有加芹菜 所以等一下你們可以吃到 一個很油炸的口感裡面 會有一點芹菜的那個香味出來 了解 今天其實是兩個滿極端的料理 一個是很費工的 一個是很簡單的 到底是費工會獲勝 還是乾單會獲勝呢 這兩道便當馬上就來評分囉 好 兩個便當呢 看起來就是一個很澎湃 其實兩個派兩個都澎湃 但是呢就是一個費工 然後一個就是很簡單 簡單又有營養 有營養就對了 對 好 我們先吃那個畢哥的 來喔 那我相信如果 我這一道吃飽了 你們也不會想要再吃第二道了 真的嗎 我是很想吃第二道 會吧 其實我也滿想吃的 對不對 會有阿嬤的味道 對 感覺那個 就是我們沒看過嘛 對不對 比較特別一些些 好 好了 好了 就這樣就好 你都要對囉嗎 不要 不是那顆啦 那你給我一些新生菜就好了啦 好 我來看一下 吃吃看這個 那個飯好像太多了 對啊 謝謝 你這是口味可以再重一點啊 可以再重一點對不對 我是 我已經是吃了很清淡的人耶 我想說 其實我這個有原因的 我想說大家初一到初五 都吃這麼的澎湃了你知道嗎 太財操就對了 對 初六吃清淡一點 要吃清淡一點 因為你倒是說說話啊 你剛剛不是說這個營養還不錯嗎 沒有 你剛剛講這個營養嗎 好好吃喔 什麼 我試圖想要讚美一下 但是 蔬菜量滿多的 對啊 然後 健康 我覺得減肥真的可以吃啊 沒有耶 它其實沒有什麼油脂 因為它的油脂大部分 全部都來自於它的鮪魚的部分 對啊 沒有 如果家裡有雞肉 其實就是來自於白肉的油 所以其實對減肥來講 魚的油跟所謂白肉的油 都是算是好的油脂 對 所以其實這一道 如果真的 有一些上班族女生年後開工 開始在意身材的話 倒是真的可以用這一道啦 所以它的營養真的還滿好的 對 因為我是覺得它的油脂量 因為我們剛剛吃 整個嘴巴都不會油膩膩的耶 沒有 其實 其實我的那個醬 你們沒有覺得 就是你們吃那個杏鮑菇 它那個紅蘿蔔的時候 對 我那個醬其實是真的有提味 我沒有放很多 對 但如果你們喜歡口味 稍微重一點點 其實那個醬淋多一點 就直接倒在嘴巴裡這樣子 那不太鹹 那個應該會去洗腎 沒有… 但我覺得你的醬 可以稍微多一點 再多一點點 原因是因為你的貝斯是蠔油 對 因為你的貝斯不是醬油 對 有時候醬油下去弄的話 會有點死鹹 但是你蠔油本來就是甜甜的 對 所以你蠔油 我覺得你可惜了 你這樣子可以 我們都吃那麼清淡的人了 對 我們還會嫌太淡 那表示真的太淡 對 就是它那個 反正它那個犧牲菜 它可以做成外面做菜裡面包飯 然後醬料淋在裡面 它這樣吃可能 一樣都食材不變 但是它可能吃起來 它那個味道更好吃 就會有一種 我們在外面就是包蝦鬆 蝦鬆 對 它可以把飯 菜 什麼放在裡面這樣 也可以 但是那個會比較費工 就是比較簡單 然後便當 不會吧 便當 我跟妳講 妳就那個犧牲菜有沒有 一樣喔 汆燙完了之後 那犧牲菜一樣一片對不對 我知道 你裡面直接淋蠔油 對 然後你把飯包進去之後 那個東西一樣加進去 然後包完之後 你用一個牙籤把它擦起來 它就不會散掉 對 那你這樣就是一個一個一個 三個就是一餐啊 好 那我們重做 不要啦 不要啦 重點是因為你這個是花開 你取名花開富貴啦 就是要讓像一朵這個 富貴花展開 對 你如果犧牲菜包起來 就擠完擠完 就不能花開富貴 對 但是你們的這個建議 我覺得不錯 下次其實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對 電視機前的媽媽可以學起來 好 接下來我們很期待 因為宏恩哥說 他這道料理是有奶奶的味道 跟奶奶學 他小時候就是這樣吃 我們剛才問他說 你這個餅 為什麼不把它壓成像 就是薄一點 這樣看起來好像也比較 你就是小時候的記憶中的那個 形狀就是這樣子 所以長大之後慢慢自己做 也是跟著以前阿嬤做的方式 了解 好 那你可以幫我們服務一下嗎 我為大家服務 因為他這個 我覺得就是要看那個 炸的火候 然後那個功力 對 因為他比較大坨 他不是像比較扁的 對 他可能兩面熟了 其實裡面就熟了 真的 他這個比較大坨 很擔心的就是外面熟 裡面沒熟 你那個都不用擔心 花開過關就燙燙一燙 就不會有什麼熟的熟的味道 就沒有問題了 對不對 對 可是以你幫我們更新 蛤 可是以你幫我們更新 蛤 好好吃喔 太誇張了吧 他給我蛤的一聲 劉老師 你不能演得那麼誇張吧 沒有 他給我蛤的一聲 對啊 我們這邊還在 好好吃喔 而且這個是我這邊 還要叫你分析一下 營養成分 你就給我蛤的一聲 你有點像食神那個 還好 我跟你講 沒有 我先不要 我先不要吃它的主食 我先來吃吃看它的糙米飯好了 你先吃糙米飯跟地瓜 然後你再來吃可樂餅 糙米飯和地瓜 其實也是養生的一部分 非常養生耶 對啊 糙米飯就是硬硬的感覺 感覺就是 那什麼 B群 維生素B B群很豐富 膳食纖維也很豐富 但是它剛好配地瓜軟軟的 剛好軟硬剛剛好 其實一起吃的話 我覺得好吃 其實它這個炸的 再加這個糙米 的那個口感剛剛好 我要來吃吃看它的那個主角 就是剛剛讓我們一 喝的一聲整個 對啊 太誇張了 很豐富耶對不對 有沒有那麼誇張啊 真的很好吃耶 太誇張了啦 沒有啦 謝謝妳知道嗎 我願意接受炸的 妳給我炸的 對啊 太誇張了 其實你們剛剛吃到 你們吃到那個炸的 為什麼它會有一種 那個口感對不對 對 就是蛋白的味道 而且它不油膩耶 為什麼 對啊 妳仔細想一下 我們在吃那個 茶葉蛋的蛋白那個味道 跟這個 咬下去那個口感 就是那個蛋白炸過的味道 太誇張了 妳再回想一下 真的好吃 沒有 畢哥妳吃吃看 妳吃吃看 阿嬤 你會叫人家阿嬤 阿嬤 超好吃的 可是它鹹味是哪裡來 就是那個 不是 妳剛剛是有加鹽巴 鹽巴胡椒 黑胡椒 一點雞粉 你知道 你知道它裡面有什麼味道嗎 它會有一種 我們去 不是 我們去那個什麼 頂瓜瓜 瓜瓜包 瓜瓜包 外面的那個味道對不對 瓜瓜包 是瓜瓜包 那個皮的味道 有 瓜瓜包是這樣來的 我應該是想 我應該是想說那個 怎麼可能會有 就是很強烈 就是炸的味道而已 其實我覺得那個炸的香味 真的就是 果蛋白炸之後的那個味道 它有切芹菜進去 它其實有一點口感 然後我覺得它馬鈴薯 跟肉的那個比例 拿捏得很好 因為如果這道菜 如果肉 因為有時候他可能會把 可樂餅的肉拿捏比較多 因為豬肉通常會比較多油脂 所以你吃起來就會很膩 對 但是因為我覺得它馬鈴薯 它有變成有一塊又有泥 所以它的主食跟那個肉類 其實它滿平均的 我覺得要是做的一個技巧 就是你不會吃起來 就整個都是好像油脂脂的 反而馬鈴薯 它是會帶一點鬆鬆的口感 對 而且 因為剛剛侯恩哥 他是特地去處理那個馬鈴薯 你有看到我馬鈴薯裡面 還有吃到一塊一塊的馬鈴薯 有一些是泥 然後有一些是塊 就是不要太規律 對 口感會不一樣 其實你們剛剛講到說 超級好吃的阿嬤 阿嬤 阿嬤 為什麼吃起來不油膩 你知道喔 我在旁邊有偷偷觀察 他在炸的時候 他一開始是用這個小火 慢慢炸出就是那個熟成度也好 然後就是顏色也好 他在最後面要起鍋的時候 他有稍微用大火 把裡面的油逼出來 逼出來 才把它夾起來 了解 你有看到 有啊 沒有啊 因為電視界的關係 我就覺得這道可以吃 可以吃 這應該是我今天錄一整天的影 最好吃的 對 超級無敵好吃 那個皮 我覺得那個皮 怎麼會有呱呱包的味道 蛋白 我們想說那個皮 應該就是炸的東西而已 它皮有味道鹹鹹的 然後香氣 所以伊莉你剛剛 我剛剛已經好吃到 你剛剛有分析裡面的營養成分嗎 對 對啊 你們有 我剛剛在問說 伊莉幫我們分析一下營養成分 對啊 不然這邊還在分 你那邊已經 對啊 你們哈咧 有慘叫聲 不是那個驚嘆的聲音 其實主要我要講的是 因為他今天用的這一道 確實他澱粉量滿高的 因為他從他的糙米 他的地瓜 馬鈴薯 然後還有玉米 其實用了四種 但最後一個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 就是碗豆仁 碗豆仁其實他吃起來的口感 你會發現他跟地瓜一樣 都是桑桑有沒有 鬆鬆的 所以你只要吃起來 有一點鬆鬆口感 其實你都會把它歸類在澱粉裡面 所以他這道菜其實有五種澱粉 這麼多 這五種澱粉 它其實具備不同的營養價值 包括玉米它也纖維很高 然後玉米其實還 說實在 如果你真的要用一點高油脂的話 玉米還滿適合的 因為它裡面其實 我們知道玉米護眼 它需要有油脂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用玉米 去稍微油炸 還可以接受 所以我剛剛覺得還滿好吃的 我一直不曉得說 玉米原來處理也是要有一點油脂 跟紅蘿蔔一樣 對 它跟末蘿蔔一樣 因為很多西式料理 你就是玉米罐打開之後 玉米就淋上去 那其實營養成分 沒有辦法攝取那麼多 那變成說同一餐 你可能比如說 你可能要吃一點油脂的東西 然後裡面配糖蘿蔔酥就可以攝取 而且它這一道的澱粉 全部都高鮮的 所以其實 如果真的偶爾想要吃一點油炸 但是又怕胖 然後又覺得說 是不是有太多負擔 那其實你可以用這樣子的澱粉 好 接下來應該就不用投票了吧 蛤 有這麼殘忍 有這麼殘忍的小段嗎 要有投票嗎 一定要投 來喔 3 2 1 一定是它的啊 可不可以再給我兩個的 給我兩個的 好啦 今天當然我覺得 高票檔點 沒有我覺得你 你那個根本沒得比啦 沒有啦 如果其實 又走兩升這個部分的話 又新擺盤 對 而且你看 過年 過完年 然後那個便當打開 哇一朵花 是不是 對 過完年如果便當打開說 哇 阿嬤的那個什麼可樂餅 真的是 也不賴 也不賴 沒有沒有 所以剛剛明明有說了 他說先吃完這個再吃蔬菜 先吃蔬菜 因為那邊少了那個蔬菜 所以其實你這兩個 可以一起帶便當 沒有 這邊可以另外帶一個蔬菜的部分 那就把它花開富貴可樂餅 不是 應該是 這個阿嬤做給我們吃 我們做這個給阿嬤吃 對啊 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吃 不是阿嬤要吃清淡一點 綠大阿嬤呢 沒有 阿嬤不要吃太油膩的 阿嬤要吃清淡一點的 好 其實呢就是都有欠缺的啦 所以mix在一起就是一道很營養完整的一道料理 好 當然啦今天是初六囉 大家也要收心要開工啦 但是一直過到15都還算是過年 來跟他拜個年 然後說個好聽吉祥話 吉祥話喔 在這個2017年新的一年啊 這個祝大家都能夠 金雞獨立 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 好 洪文哥 當然先祝大家 那雞呢跟累積的雞又算同音子 對耶 所以呢祝所有的好朋友們 今年那個財富累積多多 業績 業績滿滿滿啦好不好 對 然後體力 體力有一句話就是 體力什麼 沒有累積 沒有棋 對 只有累積 大家也是要多多運動 是 如果要登武嶺的話 別無他法就是只有繼續騎啦 對不對 好 祝大家新年快樂囉 新年快樂 週號 真正的一定要學起來 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拜給了我們洪文哥 但是我也是輸得心服口服啦 我精心為大家想要設計的這一道 過完年之後準備了一個便當 想說讓大家能夠少鹽少油 然後吃得健康 但居然沒有想到會輸給我們洪文哥 雖然感覺有油膩 但是吃起來呢 卻非常的清爽 口感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沒關係 剛剛在節目的時候 有聽到他們的建議 可以改良一下我的花開富貴 我來試試看 是不是也能夠創造不一樣的口感 好 現在先把這個 杏鮑菇 我來先把它切成絲 放到這邊 螺螺 這樣這個飯 好 鮪魚 少許 少許 把它放在那邊 再加我們的杏鮑菇 紅蘿蔔 花椰菜 加進去 把它包起來 來 好啦 這就是剛剛聽他們的意見呢 然後做一個改良 花開富貴 不過看起來好像有點像 這個關東煮的菜捲 而且呢 這個沒有花開的感覺 我應該改個名字叫做 含苞帶霸 我來試試看口感如何 其實這樣子呢 包起來這樣子 小朋友一口吃 也滿方便的 而且所有的食材都在裡面 比剛剛擺盤那個花開富貴還要好吃耶 因為直接吃到先吃到西川菜 脆脆的感覺 然後裡面又有我們這個米飯 和這個鮪魚 杏鮑菇 紅蘿蔔 我剛剛早知道就這樣子 我就不會輸給那個黃金可樂餅了嘛 但其實做法也沒那麼費工 觀眾朋友 你學起來了嗎